出入境,出入境这个问题,其实我之前一直在谈过这个,出境难,入境也不容易,那么有没有一天会不让你出境,会有,但不会完全卡死,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出境, 所以出境难这个问题会存在,尤其是对普通人,中国即便在最闭关锁国的年代,也没有完全禁止出境,只不过你是不是在这种名单中,这很重要, 所以在未来,大面积的这个,中国人出国,哪怕是以旅游或者商务考察的名义,都会越来越少,出国务工这条路呢,应该还能保留, 是,我们现在这个,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在这儿,就是我们在说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听,因为大多数人他其实听不懂,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 而且我们说话呢,有一个问题就是,需要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, 你才能知道我们谈的问题在哪儿,就你get不到这个点上,你这就很麻烦, 因为大多数观众他们喜欢的是一种,评书一样的东西,是吧,一拍桌子一瞪眼,是吧, 这个东西大家都很喜欢,喜闻得见,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听这个三天方,流浪方的评书长大的,对吧, 其实我们当年还有一种,这个听西方小说的一种方式,就是有专业的播音员,像王刚一样,是吧, 王刚当年好像是说这个夜幕下的海尔滨,其实包括这个斯巴达克斯,流氓,这样的西方著作, 我们也是在广播里听到了,然后觉得听得不过瘾,咱把书找出来看一看,图书馆里都能找得到, 所以很多这个,很多人像我小的时候一样,如果我这个年龄的,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过来的, 我们大家都很习惯那种时代,然后也知道,三峡五一,七峡五一,这种渐纤小说,是吧,非常吸引人, 脏灰体的东西,在你畸形投入的阶段,你会听到他,一拍金堂木告诉你, 欲知下文,明天再结的播,一般都是这样,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像说评书一样的在解读政治话题, 那么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把政治问题娱乐化,这个是我非常反对的, 我认为政治问题不能过度的娱乐化, 但是你要是把它像教科书上那样搞得非常严谨,这也很难, 至少我本人做不到, 那所以你看,你下面你不能兼容到这个市井民生, 让大家都爱听, 那么你往上走呢,你又写不到政治论文的这个角度, 所以我们谈的很多问题, 尤其是我们一带而过的问题, 有很多话我们说了上句,认为你就应该知道下句, 不用像背书一样,是吧, 就如同每首诗都有诗眼一样, 是吧, 最精华的句子你可能说一句就可以了, 因为下面的不用说, 你认为他知道, 比如说清朝这个拉兰荣录的诗, 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一句, 人生若止如初见, 那下面你不用再背了, 因为你觉得他应该知道, 是吧, 何时西风碑花散, 那这些东西, 你要把它背完, 你觉得很浪费时间, 是吧, 没有必要,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, 他写的是什么, 这就很麻烦了, 对吧, 你认为他应该知道, 但他真的不知道, 他没听说过, 第一句他觉得有点耳熟, 那下面写的是什么, 其实下面写的不重要,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遇到这种观众, 那么也有很多人当面的跟我谈过这些问题, 我始终跟他说没办法, 我们的讲话习惯就是这样, 我也不可能一天说六小时, 是吧,